第九课 拥抱未来 智能城市 城市保护罩 发生自然灾害时 隐形的保护罩会自动升起 照住整个城市 避免城市遭受破坏 闪电快递 这是一种特别的物品发送技术 顾客上网搜索 按下按钮 购买的物品一眨眼就出现在面前 变形汽车 按照指令自动行驶 遇到交通阻塞时 伸出翅膀 升到空中飞行 它也能在水面航行 到达目的地后 自动折叠 不需要停车位 这一切不一定是幻想哦 百变一 像变魔术一样 能随时改变适养和颜色 还能自动清洗 调节温度 你不用再为穿什么衣服而烦恼了 脚下的绿色能源 这是一种特别的砖 当人们在砖上行走或奔跑时 可以把脚对地面的压力转换成电力 城市保护罩 解释 指城市避开自然灾害的保护装置 当自然灾害发生时 隐形的保护罩会自动罩住整个城市 起到保护城市的作用 例句 一 如果每个城市都有城市保护罩 发生自然灾害时 就能免受破坏 隐形 解释 把物体隐藏起来 搭配 隐形眼镜 例句 一 它有一种法术 能够把自己变隐形 让其他人看不见它 技术 解释 在生活中应用的知识 技能和操作方法 搭配 技术人员 技术水平 技术先进 预句 一 现在医疗手术技术非常先进 医生能在很短的时间 完成复杂的手术 搜索 解释 仔细寻找 搭配 搜索资料 上网搜索 派人搜索 例句 一 老师要同学们上网搜索资料 完成专题作业 二 有个游客在山区失踪了 现在搜救人员正在进行搜索 眨眼 解释 形容时间很短 瞬间 例句 一 小狗刚才还在这里 一眨眼就消失了 堵塞 解释 有障碍而不能通过 阻塞 搭配 交通堵塞 例句 一 在繁忙时段 常常会出现交通堵塞的情况 二 路上发生了车祸 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航行 解释 船在水里行驶 例句 一 小船无惧风浪 在海上航行 幻想 解释 对还没有实现的事物的想象 搭配 充满幻想 预句 一 他对未来有美丽的幻想 希望自己能够快些长大 二 这些敌人 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不是真的 魔术 解释 一种变幻的戏法 以迅速的手法 或特殊装置 把实在的动作掩盖起来 使观众感到神奇惊异 搭配 魔术表演 例句 一 他看见魔术师 变出的各种小动物后 对学习魔术产生了兴趣 二 这个魔术太神奇了 能够把台上的人变不见 砖 解释 用粘土等制成的建筑材料 多为长方形或方形 例句 一 红头巾在烈日下搬运砖头 非常辛苦 二 要建一间房子 需要用很多砖块 罗伯特换脑袋 脑袋出租 店外的广告牌上这样写着 咦 脑袋出租 原本无精打采的罗伯特 被广告吸引住了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他推门进去 只见店里有各式各样的脑袋 似乎每一个都比自己的厉害 罗伯特立刻签下合约 笑嘻嘻地离开了 罗伯特顶着诗人的脑袋 摇摇头 他瞧见蜜蜂和花朵 在说悄悄话 晃晃脑 他瞧见蚂蚁正排队般食物 不管看见什么 他的脑袋里都会马上浮现出字句 长长短短 排成一首首诗 做诗好累啊 他打算再换一个脑袋 你想换什么脑袋呢 店里的人问 罗伯特考虑了一下 换上了音乐家的脑袋 他把眼睛闭起来 四面八方的声音都跑了进来 缓慢的是微风绕着花园不愿离开 轻快的是雨点敲打着玻璃窗 叮叮咚咚好吵啊 厨师的工作也许不错 罗伯特又换上了厨师的脑袋 他端着盘子 酸甜苦辣咸 什么味道都想尝 嘖 嘖 嘖 他大吃了一顿 舔了舔嘴角 心满意足 可是肚子好胀 吃吃喝喝好忙啊 接下来该换什么脑袋呢 罗伯特左思右想 拿不定主意 非常苦恼 按照合约 你只能换三次 罗伯特没有办法 只好换回自己的脑袋 回家路上 天空飘下雨丝 罗伯特一抬头 雨滴刚好滴近眼睛里 糟了 他忘了自己是个机器人 机器人绝对不能淋雨 就在那一刻 神奇的开关被碰到了 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罗伯特的骨头 咔咔地响 全身的零件左右晃荡 诗人的脑袋 让他看到另一个世界 音乐家的脑袋 让他听到另一个世界 厨师的脑袋 让他尝到另一个世界 这一切都被存进了大脑 他激动地手舞足蹈 罗伯特碰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 解释 探词 表示精益 如 疑 脑袋可以出租 例句 一 疑 这是怎么一回事 瞧见 解释 探见 例句 一 弟弟瞧见爸爸回来了 立刻跑到大门欢迎他 尝 解释 吃一点辨别滋味 例句 一 妈妈做的饼干很好吃 你快来尝一尝 二 他煮好了菜 尝了一口后 发现菜太咸了 舔 解释 用舌头接触东西 例句 一 小狗吃饱后 用舌头舔了舔嘴角 二 小狗的腿部受伤了 他不停地舔着伤口 炸 解释 身体内壁受到压迫 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例句 一 他吃太饱了 感觉肚子很炸 很不舒服 雨丝 解释 像一条条丝的细雨 搭配 雨丝 飘下雨丝 一 下雨了 天空飘下雨丝 路上行人纷纷撑起伞 晃荡 解释 向两边摆动 搭配 左右晃荡 不停晃荡 例句 一 暴风雨中 小船在海面上不停晃荡 存 解释 把物或钱等存放起来 暂时不用 例句 一 我把储蓄的钱 都存进了银行 二 他把网上搜索到的资料 都存进了电脑 太空人的生活 导读 太空人吃什么 穿什么 怎么睡觉 冲凉和上厕所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 太空人的日常生活 自从1969年 太空人首次登上月球后 人类征服太空 就不再是一个幻想 太空也不再那么神秘了 太空的环境和地球不同 太空人必须用一种 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 太空没有重力 人体的抵抗力会下降 因此 太空人必须吃 特别有营养的太空餐 来增强体质 在太空中 人的味觉变得很差 太空人的食物 必须加上各种调味品 他们才吃得下 由于没有重力 太空人不太需要使用肌肉 日子久了 肌肉会退化 为了保证健康 太空人每天要运动两个小时 太空船在太空绕地球航行 日出日落 由太空船绕地球一圈的时间而定 有时24小时内 日出日落交替许多次 太空人只能用时钟 来安排工作和休息 要睡觉时 太空人就钻尽挂在墙上的睡袋里 站着睡 据说这种睡法很不好受 当然 太空人也要冲凉和上厕所 由于身上的水珠 不会自然掉落 他们必须用一种特别的吸管 把水珠吸走 太空人上厕所时 还要把大腿和脚扣在马桶的坐板 及踏板上 这样才不会因为失去重量而飘走 据说在太空船里造一个这样的厕所 要花上新币约700万元 由于没有大气层的保护 太空中温度的变化很大 太阳照射时可高于100摄氏度 没有阳光时可低于零下100摄氏度 太空中还有伤害人体的各种辐射和流星体 因此 在太空行走时 必须穿特制的太空装 太空装 照明灯 上面涂了一层薄薄的黄金 用来反射阳光 耳机和麦克风 太空背包 提供氧气 电力等 里面有饮水袋 太空人用吸管和袋里的水 控制面板 镜子 太空人用它看控制面板上的信息 太空装有14层 其中一层有塑料系管 冷水从管内流过 带走太空人身上散发的热量 让太空人不会感到闷热 安全绳 防止太空人飘离太空站 在太空行走 不能上厕所 需要穿上特别的内裤 了解了太空人的生活 你是不是也想去太空看看呢 人们相信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在不久的将来 普通人也能够去太空旅行 两个你 张老师 同学们 你们是否想过这样的情景 有一天 在你面前突然出现一个人 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李立明 这种情景我太熟悉了 因为我有个双胞胎妹妹 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 我和他一起出门时 总会引来好奇的眼光 王伟琴 如果这不是幻想 就是魔法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在紧急的时候 拔下身上的毛一吹 就能变出一群孙悟空 把妖怪打跑 张老师 不 这不是幻想 也不是魔法 用科学家的话来讲 就是孙悟空 能够快速地克隆自己 我说的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一个是父母生出来的 另一个是克隆出来的 林光亮 电视新闻中 报道过克隆技术 1996年 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 在英国出生了 这真了不起 科学家借用一名歌手的名字 给这只羊取名为多利 李立明 那太可怕了 如果是这样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的情节 会不会变成真的呀 我的天啊 你还说了不起 孙家康 人被克隆也很可怕呀 突然有很多个我 或者很多个你 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吗 张老师 你们放心 世界各国的政府和科学家 都反对克隆人类 不过 人们可以利用克隆技术 制造软骨 耳朵 心脏等人体配件 给有需要的病人 重新装配 克隆技术 还可以用来挽救一些 快要灭绝的动物 调节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神奇的克隆技术 可以用来做很多 对人类有好处的事 你也可以参加他们的讨论 说一说 你对克隆技术的看法 感谢大家 再度跟我观看 还没 再一次 开 感谢观看